這是小金門 朋友說我帶你去看 整個金門 離中國 會問最快的地方 小金門跟廈門最近的距離 每年大概七八月 兩半還有一半 所以對面那個高樓大廈都是廈門嗎 對面的位置有一點斜斜 有點像那個圓屋頂的 那個就是會展中心 一個小船 然後右邊這邊就是會展中心的新建大陸 對面的位置就是廈門的廈門 紅紅的那一排 裡面有看到一個一國兩制 看得到嗎 啊那個字 有點模糊 但是肉眼都看不太清楚 兩邊一樣灑 這裡有一台望遠鏡 用這個望遠鏡看得到對面 還是清清澈澈的 前面這個地方有一個小桌 這個小桌上面還有駐軍喔 它的名字叫做獅魚 以前那兩個魚面是在清澈 清澈是金門火 也就是彩鵝的意思 電話上一支一支 從外面突出的 這個東西叫做鬼條仔 這個鬼條仔的作用 是暗時 這個阿強啊 如果是篩準 偷偷要摸上岸 到這裡呢 剛好漲潮 沒看到這種鬼條仔 這個就是 當年熊蓋前線的鋼燒 我們這次看看 看得到 你就知道在這裡 如果沒有更緊張 真的一條小命就沒了 在兩方金門的時代裡 你如果是釣來這裡駐軍 哇 這次就要割在旁邊了 因為那時候 水鬼仔都會摸上岸 摸上岸 摸上岸後呢 就一種人太子 並且呢 出他的左邊的耳朵 回去交差 哎呦 後來兩方的關係 比較和緩 這樣再來就沒有太人了 摸上岸呢 就是兩方的水鬼仔 收來收去 去到對方那邊 拿到他們的粉阿肉 或是拿到他們的罐頭 回來就可以交代了 好 現在已經變成是 萬人海湧的地方了 希望兩方 繼續可以這樣和平下去 這就是 我們台灣的幸福